上演风香戏也是这一年当中的最后一场戏 这戏呢演霸之后就要把戏装行头封入箱中贴上风香大吉 明年再见了 那这风香戏呢是为了答谢观众一年来的捧场 让观众和演员都欢欢喜喜的去过年 有点贺岁剧的意思 所以这戏呢得喜庆吉祥热闹有趣 别出心裁能够吸引观众 这风香戏中以反串最受欢迎了 重明星反串的小品大观园里闹花灯 喜庆热闹风趣幽默 东北小伙子李玉刚凭借男扮女装的反串艺术形象 得到观众的认可 在他成功的背后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感人故事 反串一词在词典里的解释是 戏曲演员偶尔扮演本行当以外的角色 时下反串在娱乐圈里很是流行 演电影的去当主持人 主持人去唱歌 说相声的去拍电视剧等等 这一方面呢给艺人全方位展示自我的机会 同时也让观众看到了自己熟悉的演员 不演本行当 反而演反差较大的角色 那种新奇和刺激不言而喻 孩子们啊 国年好 老祖族说话咋变这味儿了 自打看了春节晚会以后啊 咱老祖族说话就整个味儿 听我说啊 孩子们 今天是整月十五 在达管院居行院宵演唱会 能唱的唱能跳的跳 我再突出一下晚会的主题 那就是一个字 什么字啊 脑 对脑院宵脑院宵 封丫头是主持人 封丫头 封丫头 回老祖宗话 凤姑奶奶说化完妆马上就到 华沙庄 华沙庄 我跟你说 他从春节晚会回来以后 就跟我耍打腕儿 老祖宗 他哪敢跟你耍打腕儿啊 他不是那个春节容貌 出了点意外吗 不好意思见人 显得低调了一点儿 对 他那不是冲着您 您叫离节万岁呗 离节万岁 老祖宗话姐好 刘老老老 我吓死你了 我也想你了 挺好的啊 但是是不是开演唱会呢 你唱一个吧 我先不是 反正你给老祖宗唱 那行 你给我拿啊奶奶来 那个春节晚会前面有个独唱的 后边有大度一半舞的 你能不能给我配合一下呀 没问题 好 正月里来 正月吧正月正 正月事务 花样的花灯 花灯花灯真气正 此前来观三明 先说离灯 后上螃蟹灯 隔离拐弯火龙冷 下面是酒龙子 好 好 我把心情演得好啊 早上心腿 老祖宗 老祖宗 我唱得好吗 好啊好啊 唱得这么好 咋不表示呢 表示 那我就标打一下吧 这个节目质量很高 还要给红包啊 啥 哎呦不说我还给忘了 还有红包 那这辈子 我奶奶说假装不要 不要就算了 不是 老祖宗 这还在气人呢 在外边给红包吧 就假装不要 回家就跟我捉呀 打滚枯 你看那你就拿着得了 啥时候打滚枯了 不是我啥时候当 不是你让我假装 老祖宗 这演唱会继续进行的 该谁唱了 该谁 该我也不知道该谁 该谁 该宝玉来一番 哎 别提我 我没兴趣 别给我耍屁气了 老祖宗 那您来一个 那您就来一个吧 我唱 哎 老祖宗 来了 老祖宗 现在这个不会让挂帅了 还是挂帅啊 挂帅 这就不挂帅了 那一个六星里 同树里 赶贝朋友 呃 更新鲜啊 哈哈 好 有停下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奚起这杯酒 干杯朋友 干杯 朋友 好 好 好 老祖宗莲儿给您请安了 我离哈儿啊 奶奶 阿儿啊啊啊啊 啊 老祖宗 完了 完了 这大观园里举办征列十五演唱会的 你给大家唱一段吧 我唱啥呀 啥呀 秀红灯 秀红灯 一个人没法秀 那谁会唱秀红灯 我会秀 汤儿啊 唱 多谢老祖宗 宝儿爷 请 请 一阁儿里呀 秀红灯 公灯秀得红啊 修上了那个风调一瞬 纪念好光景啊 家家都有好守城啊 哎呀哎呀 家家都有好守城啊 一个恩里亚修红灯 红灯照前程啊 哎呀哎呀 修上了那个风调一瞬 纪念好光景啊 家家家都有好守城啊 哎哎哎哟 哦 大伙看看 大伙看 凤姑奶奶到 来了来了来了 哟 都在这儿呢 凤姑奶奶 您怎么才到啊 嗨别提了啊 这不花壮嘛 这是凤姐吗 我看是凤子 这这 哈儿啊 岁月催人丑啊 哈哈 岁月催人丑 这催得也太丑了 那丑啊 我丑吗 我丑吗 我变成这个样子怪谁啊 就怪一个人 怪谁 装修的黄大锤 就是他用那个大锤一锤子给我锤破箱了 哎 这个该死的黄大锤 这什么手艺人呢 你瞧瞧 要不你就一点别给我们动 要动 你就别给我剩 别说你们俩那点浪漫的事了 快点来 你俩接着来 唱着好 下面节着主持啊 哎 谁唱了 下面该薛大兄弟唱啊 薛大兄弟 不是这里没我事啊 你得来一段了 我是喜欢这男女生二重唱 一个人我来不了 那你这个歌星你还来不了 那等等 哎 刘姥姥 要不然咱俩给大伙唱啊 那我还真就不在乎这个唱就唱 咱就唱 好 好 music 好 节目继续 请各位先生 这位女士 打管员准备了各种台凳 请大家唱起来 跳起来 2006年从星光大道的舞台上走出来的东北小伙子李玉刚 凭借着男扮女装的反穿艺术形象 得到了观众和评委的一致认可 成为年度最受欢迎的选手 而他那惊人的演技和人生故事 更是让我们惊叹和感动 十年前 李玉刚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吉林省艺术学院戏剧系 由于家里没有钱供他上学 只有十几岁的李玉刚离开了家 到一些歌舞厅去打工 偶尔他也做替补演员 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 我是金伟 民间艺术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 由民众创造和享受的文化 是民众智慧的结晶 许多民间艺术杰作呢 被作为华夏艺绝传承和保留了下来 今天的中国文艺呢 我们就为您展示其中的几种 于晓菲文艺心里非常高兴 赶忙去往火车站 微料微笑的口技表演 神奇的川剧变脸 生动的民族舞蹈 中国文艺精彩无限 口技是运用口部发声技巧 来模仿各种声音的传统民间艺术 来源于人们模仿动物的叫声 呼唤禽兽以及炫富禽兽 现代口技表演者除了能够模仿 不同动物的叫声之外 还创立了很多不同的声响 这次到北京高兴不高兴 当然高兴了 你是怎么来的 导演让我来的 我知道导演让你来的 你是坐什么车来的 火车汽车都坐了 都坐了 那我在旁边给你提个想 你就想一想 当时那个火车汽车的声音好不好 这个我只能试试 试试没关系 说 于小飞正在山上放驴 突然接到通知 要到取缘杂谈去录像 于小飞温庆心里非常高兴 赶忙去往火车站 你怎么又出这声了 我们家里火车站好几十里 我不得挑头快驴吗 那你就不能骑马吗 你接给我呀 我哪能骑马 你骑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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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驴跑得够快的啊 好好好 说于小飞一路上是马不停蹄 我骑的是驴 于小飞一路上是驴不停蹄 到了火车站 翻身下驴 上了火车 于小飞翻身下驴 上了火车 于小飞上了火车 不买票 人家让上车吗 你到车上扑 那也没做呀 这些你都甭管 我自己的事我不管 谁管我呀 他还驴脾气 想想想 说于小飞翻身下驴 到了火车站 买好了驴票 上 买好车票 进了站 捡了票 上了车 上车了 这火车一声长驴 缓缓而行 这火车是越跑越快呀 好 前面要过山洞了 要过隧道了 要过隧道了 火车出了隧道 前面又来到了大桥上 您仔细听听 我倒叉的声音 我倒叉的声音 小心火车 小心火车 注意安全喽 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 好 火车是一路狂奔 终于来到了北京火车站 余小飞下了火车 一看表坏了 还有一个小时就要开机 怎么办 赶快赶往 中央电视台 北京不让踢马 也不让骑驴 我刚才说过了不让骑马 北京更不让骑蛤蟆 还差不多 好 说时吃那十块余小飞来到电视台 我一看余小飞准时到来 心里非常高兴 欣喜若狂 哈哈大笑 变脸是川剧中的绝火之一 它起源于古西蜀 驰名中华黎原 变脸者以魔术般的技法 瞬息间变化脸谱 除了变脸 涂火也是川剧表演中常常用到的戏曲功夫 涂火者欲先在口中咸一圆管 内装燃着的火纸灰或松香末 演员用气徐徐将火花吹出 而另一种就是演员将口中圆管内的松香末吹到火把 引起长达数尺的火焰颇为壮观 啊 猪猫猪猫猫猪 吹见 在千夫子歸恆 在千夫子歸恆 幼稚过游 我们是穿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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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种绝魂 即生求好看 我脱脱一副面孔 这拉拉一丝正常 那就是舞台上的传剧 传剧中的变脸 带路遍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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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遍勘感客 不如今不逢 快如点 快如点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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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片片 好潇洒 好浪漫 说是故事哪是不慢 难者不悔 悔者不难 三日随你愿看 近看 前看 后看 近看 瞒看 左看 右看 三看 下看 欢看 左看 人丝毫算也新鲜 到客一转 面空说边就边 眼睛一场 不过顺其之间 半步碎裂 千秋不断发展 人生久远 老辈子呆呆相传 编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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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组 是春了黄守这位 青春啊 编练 编练 编组 engisens 传统杂技是中国 最古老的表演艺术 中国最珍贵的 优秀文化遗产之一 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 融合了现代杂技的套路 生动惊险之中 流露出了传统艺术 长盛不衰的魅力 杂技十三人顶碗 是在中国传统节目 顶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它在保留了 原技术技巧的基础上 又融合了魔术的表现手法 和舞蹈的艺术编排 加上全新创作的音乐 使得整个节目 呈现出了 显中见男 男中有奇 奇中献妙的艺术效果 盖杂技曾荣获 第28届蒙特卡罗 国际马戏节最高奖项 金小筹奖 和由青少年投票产生的 国际少年评委会 特别大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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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传已有近200年的历史 简纸最早用手工特制 在点燃以明快艳丽的色彩而成 其作者都是普通农民 逢年过节 简纸会被作为装饰品贴在窗户上 所以又叫做窗花 当简纸与舞蹈相结合 窗花也便赋予了跳跃的美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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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影戏完全可以看作是民间艺人 心灵手巧的即兴之作 让手与光对话 单看手型也许什么都不像 但阳光或者是灯光 却能够通过手型的边缘轮廓 从侧面将这些毫无生气的东西 变成各种动物 人物以及其他的事物 今天呢 我们俩人给大家表演 绝活小品 手影戏 手影戏呢 等会儿 你们俩刚才是没吃盒饭呢 吃了 吃了 闹矛盾了 没有啊 咱们怎么上来没有激情 一上来怎么 你得有点哪怕你们俩假装高兴 假装高兴 朋友们 你们好吗 谢谢 这有点激情 然后呢 得比划 我们俩这个小品呢 手影戏 你得比划 我们一个人两只手 比如说啊 用这个词 六词 两个人的四只手 也就是说二十来个手指头 怎么还来过呢 不是 你别用这个词 就是语言得幽默一点 然后呢 你说 我们俩一只手可以千变万画 我们两只手可以变化万千 我们俩三只手 不用这个词 就是语言幽默一点 我们俩在语言方面 我们主要是用手 技巧都在手上呢 手 那台词也得有啊 对 我们主要是用手表演 那你们手上这样 你们这个手影戏 手上都有什么技巧 技巧 天上飞的地跑的 草坑里蹦的水里浮的 我们全能表演 主要就是动物 对 那些跑的什么都有 是吧 这样吧 咱们跟灯光师 音响师 配合一下 你们俩到后面准备 让观众也提提意见 来 好 听话好令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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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